下一组推荐 我推荐的这组组合 关键词叫国民热歌 从这个卡带啊 CD到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时代 那个热歌啊始终都有 但是它随着媒体的不同 其实也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我作为一个 现在在互联网世界 出浪的5G选手 很希望能够理解 这个时代的热歌到底是什么 如何能够在理解 和制造流行的过程中 依然保持自己对音乐 最核心的敬畏 所以今天我推荐的两位 一位过去有过全民回忆的热歌作品 一位是在今天 由火遍全网的热歌放声 他们是 贤子和 是七叔 Zither Harp 藏进心口的字 不忘学也如此 沉默默 最后引你放肆 浓默难这心声 憾也怎起相思 沉默又是 念想又是 谁却别相思 沉浸 莫问天涯 莫问归期 从来何无人了解 情断知识 冷暖知知 谁却别相思 沉浸 莫问天涯 莫问归期 从来何无人了解 我心思路 是我想的太短 犹如飞而破火那么冲动 最后还有一盏烛火 任请我 驱逐颜色 谁路过错 我看过 藏进心口的字 不忘寻也如此 沉默又是最后因你讽刺 默默难占心事 寒夜曾几相思 沉默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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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却别相思 沉浸 莫问天涯 莫问归期 无奈何无人了解 情断知识 生逐行 沉默万�自知辰文优 莫问归期 曾爱和无人了解 请断止是冷暖咫尺 谁决定笑话 相思成经我问天涯 也我问归期 曾爱和无人了解 请断止是冷暖咫尺 谁决定笑话 相思成经我问 曾爱和归期 曾爱和无人了解 我心思 曾爱和无人了解 我心思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的舞台 从乘风破浪来到天赐 这两个舞台是不是不一样 今天其实心情稍微要稳定一点点 但是还是站上来 灯光一照我心脏还是突突突突 心脏不突突突突就麻烦了 也对 老师好我是七叔叶哲浩 叶哲浩 因为从小就有一个舞台梦 梦想就是想登上一个这么大的舞台 然后乐爱音乐也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爱好 终于有机会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我感觉非常的好 他今天在台上真的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们从昨天今天都有彩排 但是今天在台上 他是流最多汗的一次 太乐了 太乐了 今天那个七叔是略显拘谨 希望多登上这样的舞台呢 就锤炼一下自己对于这个 叫做live现场表演的那个感受 好的 听到闲次的声音感觉 是我的爷亲回了 我觉得有个女生 她声音可以那么的清亮 那么的甜美 今天终于听到了 而且唱功很不俗 让我觉得 谢谢老师 我一直都觉得 英雄不该问出处 你不管是学音乐的也好 还是你学什么 只要你热爱一个事情 你都有权利去做 但是呢 《天赐的声音》是一个 非常非常尊重音乐的舞台 在《天赐的声音》这样一个舞台上 不应该把这么糟糕的作品拿上来 太差劲了这个作品 基书我真的很想鼓励你 因为你热爱音乐 但是我觉得你听东西不够多 多听一些更好的东西 努力提升自己音乐审美 好的 你那首《踏山河》太火了 你随便刷一个短视频都能刷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那样的作品它不是好作品 是一种妄想 你认为那种舞声音间 那种堆砌起来的磁藻 我要成仙 我要干嘛 我要统治河山 踏碎河山 那东西都是虚妄的 在这个舞台上 有出现了非常多的网络的红歌 那你会发现 那个只有30秒的歌 来到天赐的舞台上来 它没有办法承载 是因为你不可能30秒不断地repeat 好的音乐内容 有可能可以成为BGM 而BGM很难成为一个更大的音乐 今天这个舞台的两位歌者的碰撞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 可以去探寻 谢谢老师 就是今天 在场所有老师说的话 反正不会帮我打垮 但是会推我往前走 我相信我们所有声音 在场团的声音 它不是打击 而是一种刺激 是希望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再次谢谢二位